为了让地方上弱势独居长者都能获得关怀协助 华山基金会在各地都积极的做服务 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响应 一起来出一份力 协助基金会照顾地方独老 其实不管是在偏乡或是都市呢 有许多角落里面的一些独居弱势的长者呢 他们常常受到忽略 然后甚至他们也会自暴自弃 然后不与外界再接触了 那华山基金会一直在在地呢 耕耘了很久 就像鹿谷天使站在在地也已经耕耘了12年 那一直以来呢 都是靠着社会大众给予的这些资源 那也希望说我们一直以来在推动的 1250因为有你 每个月你只要省下一杯饮料的钱 你就可以认住一位长辈 那一年呢就是1950一咒有你 那如果愿意的大家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基金会 而年观将近为了让独老们 多有年菜可以享用 过一个温馨欢乐的春节 华山基金会近期也发起 爱老人爱团圆年菜募集活动 邀请大众一起来做公益 让爱温暖独老的身心 那现在呢也因为过年快到了 希望大家呢 在家家户户团圆之际呢 这些独老也能够有所关系 也有一顿丰盛的年菜可以享用 那希望大家能够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在过年之前呢 帮大家一起募集 孤老的年菜一份是700元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帮助独老 因为有你爱不缺席 先运友好相当认同 华山基金会关怀照顾独老的用心 期待这样的爱心 能受到更多民众支持响应 一起来与基金会 为张正们做服务 过年要到了 我们的华山基金会 有我们的爱老人爱团圆的活动 在每年的话 其实都是大家期待的重头戏 我们华山基金会 还有我们包括像路股的天使站 或是各地的天使站 那都会去发起 还能够让我们的独居老人 吃年菜的活动 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 留意这个讯息 能够一起来加入 一起来掌握 那在这里的话包括有 就是送爱新年菜 还有送爱到偏乡 还有每个月 还都能够固定做一个捐款 还能够让我们的独居老人 透过我们华山基金会 一起来协助我们在地的老人家 议长何生锋肯定活动发起的用心 也鼓励民众一起响应 尽自身能力来做公益 与华山基金会一同关怀照顾 若是独老 记者卢依凯入股采访报道